吵你嗎? 他不理我 完全不知道要出什麼聲音他才會過來 現在是上午的10點鐘左右 我們今天順利的擊敗的時差 結果才剛開始走不到五分鐘 雨就下超大 糟糕 關於我們現在在做的這個訓練 其實是因為我們下個星期要去 這邊的一個蠻有名的火山區 然後去走他的一個track 所謂的track就是 紐西蘭當地人他們 會在山區裡面 或是在特別的一些地區鋪的一些步道 就有點像是在台灣的登山步道的感覺 只是說 台灣的登山步道都是用很多的石頭 石塊堆起來的 那這邊的track 你可以看到都是長這個樣子 紐西蘭的track的步道 其實他不是用很大的石塊堆起來的 他用的是木靴和小石頭鋪出來的道路 所以其實維護起來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所以他們的政府每一年都花很多很多的錢在維護這些步道 OK回到正題 就是我們下禮拜去走的這個火山步道那 它是有19公里 然後它19公里的路並不是我們現在走的這麼舒服 它都是有點類似像登山的感覺 它這19公里有各種不同難度的步道串起來的 哇 這邊超漂亮的 你看 你看到了什麼 那這19公里的行程 我們的計畫是 早上比如說6點或7點就出發 然後希望可以在 下午的時候 就可以完成這個19公里的挑戰 主要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的是 我背上的背包 因為 光是這個背包就有快要10公斤左右的重量 現在還沒有放水 那 為什麼會那麼重 是因為我很彈心裡面有空拍機 然後跟一些 攝影的 鏡頭阿 器材阿等等的 所以還有腳架 所以我要背著這些東西走19公里 就覺得 必須要練習一下 WOW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點是 我們腳上穿的登山鞋 昨天有講到那個鞋子是新的 所以 新的鞋子如果你直接就拿來走19公里的話 你可能腳隔天就廢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 一方面是練習 我能夠背著這個 背上的10公斤 然後能夠 走完我現在走的步道 另一方面也是試著 用這個機會把腳上的鞋子 讓它 穿軟一點 現在走這個就還蠻特別的 它是一塊一塊的木板 然後上面又用一個網子 鋪成一個防滑條 好 可以走到海邊 前面有貪方 所以 我們現在要走這個步道 繼續往下路段被封鎖了 我們要往回走 它另外一邊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找到一個很像 黃樹林的地國 不然不行 它是被雷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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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我們要進來 我們可以進來 小路段 再往下路段 我們要進來 小路段 再看一下 然後再看一下 我們要進去 那些通知 發展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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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是在人家家院子后面的草泥马 这就是一个我们养猫咪养狗 可是纽西兰人养草泥马 听说他们在这边养草泥马或是养羊都是有个功用 就是可以像他们现在就在吃草 可以帮他们储草 就不用常常都需要储草了 因为我们刚才走步道的尽头就是草泥马 现在我们要开始往回走了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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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餐我跟宇晨合力做了這個焗烤茄子 下次有機會再來教大家怎麼做